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开平唐口镇 我现在进来这里, 叫声平区 这里一进来, 看到一间全岭旅舍 很新啊, 这些 应该开了没多久, 现在这里是声平区 以前是一个旧区, 现在这样看下去 这边的环境很漂亮 我看到这些就是旧屋 这里是什么? 我不知是什么 这些用捉搭的, 像茅屋 那边有一间旧屋 叔叔, 这里是什么? 我不知是什么 你也不知是什么? 是什么是度假的? 农庄之类的? 是的 即是农庄那些? 这些是旧屋 这里以前是村来的 是的 这条是什么村? 知道吗? 这些村 知不知道是什么村 这里是声平区 是吧? 公园 公? 祖木 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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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条村来的 哇 这些是餐厅来的 还是什么? 微社 我看到 民宿 这些是新建的 新卖的 哇 哇 哇 很舒服 这些是什么环境 真的很舒服 哦 这些是民宿 哇 哇 这里 好环境 有空来玩一下 这些应该是 住一两个人 哇 这些开了没有? 开了 哇 哇 哇 很舒服 我看看 哇 舒服得不得了 可惜有些窗帘 拉近 看不到里面 在这里 在旁边看看 哇 这里有个阳台 哇 这些 门口 这里进去 应该是 住两个人 很舒服 有些情侣 那些 在这里 哇 这些叫做 微宿 外面 有个水堂 哇 真是舒服 哇 哇 有些 假山 流水 那些 啊 真是很舒服 这里 这里都开了 这里 开了 哦 开了 走过那边看看 哇 真是很漂亮的环境 多不多人来这里 住玩 也有些人 周末 就是周末多些 嗯 很漂亮的环境 哇 那些金鱼 好大条 这些 假山 现在这样看 这里应该是 一些度假区之类 度假屋 哇 这些是旧屋 哇 这些旧屋 哇 哇 哇 这些应该已经荒废了 哇 生了些树 出来 你看看 哇 那些树 在一个墙边 都生出来 你看看里面 哇 里面有很多杂物 哇 其实这些屋也是很漂亮的 像以前这些屋 哇 现在我这样进来这边 这里有个水堂 哇 这条村 又是有些像无人村 那我就 这些屋 全部都是荒废了 这些这样 没有人住的 这条村 刚才问这条村 它是祖园 刚才问的那个叔叔 它应该是这附近的 来这里做事的 哇 有些像无人村 这条 应该又是一条无人村 来的 那现在就 开发了很多的无人村 整好一些环境 它 现在要来度假 我估 那是不是这样呢 那这些巷 现在就 拦住了 不让进去 整好一些不收缸 那真的有些像无人村 那这里就是水堂 周围的环境 真是很漂亮 哇 那这些 一间屋都长满树 这些就是这些屋 这些不收缸 这些不收缸 不让人进去 这些应该属于危房之类 那些 哇 这条村 又是一条很小的 一条无人村 那叫做祖园 这些地方 这样就整过去 就 环境很漂亮 可以看到 这些环境 那些屋 可惜就进不去看 那当然了 这些屋 很多是一些危货 那这些就是 那这些 度假屋 叫做微宿 那这裏 就 有一座雕楼 哇 这里真的 度假 真的挺舒服的 度假很舒服 这里是一座雕楼 我现在看到上面三个字 好像叫做养初楼 有些物物来的 我可以看到 真的养初楼 走近看看 这里就是 养初楼 不是这一座 哇 可以上那里去的 这座雕楼 哇 都挺企理的 这座雕楼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房 这里有一个房 这个房很小 这个 睡觉也睡不到 这些应该是放泽物 或者 洗手间 这里有一个房 这个房 大一点 應該二樓三樓都是這樣 我不上去,這裏是一間雕樓 仰初樓 這間雕樓保存得很美,很完整 這裏將一條無人村打造成一個度假景點 很舒服 這裏是一個泳池 應該是泳池 這裏是小朋友玩水的 不是喜樂的,隨時可以 這裏是飯布,像膠 在這裏游泳 那裏有一個籃球架,這些是活動的 下面有輪子,隨時可以推走 這裏可以是大鍋飯 燒烤,很舒服 這裏已經開了 我猜應該開了沒多久 沒什麼人知道 這裏不知準備做什麼 應該是做餐廳的 很舒服 這裏是聖平區 這樣打造 麻煩你,很漂亮 搞得環境很好 很舒服 你在這裏做事 這裏是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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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廣州 這裏有公交車 二池 馬江醫院 這裏是公交車 這裏是新建的 這裏是新建的 升平區 只能看到這條路 這裏是舊屋 全部翻新過 是這一裏 這裏是廣州 這裏是一個門牌 升平舊?虛路 這間這裏是27號 是翻新,還是新起? 這樣看下去,風格很像以前那些,很像翻新的 這裡有做什麼呢? 嘩,這裡就是治療 這些應該是賣治療的 自力村刁流群,即是這條路直入自力村刁流群 這裡就是微笑鄉村,是不是剛才那裡呢? 2024,設計又一周,潮趣鄉村藝術節 如果我沒有猜錯,就應該我剛才進去看那條 即是無人村改造那個 水龍村 這裡有個牌 即是這條路進去,水龍村 其實不止一條村,裡面有很多條村 嘩,那些狗 嘩,我現在只有一個虛 狗這麼兇 兩隻進來 狗 嘩,我看牠怎樣才兩隻 嘩,我走過去,牠就走 嘩,我不怕牠去白屋 嘩,我不怕牠去白屋 嘩,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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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嘩,我走到這邊,就是三舍的大道 即是說,剛才那棟樓是三舍 應該是那些村來的 嘩,這間屋 這間屋,升平區二十號 這間屋 這間屋,看上去有點像古屋 即是古、舊屋那些翻新的 江樓 江樓 旁邊那間寫著 輕葉樓 嘩,這些是騎樓屋 以前那些,虛的騎樓屋 有些鄉樓 又是鄉樓,進入有很多鄉村 這個升平區,應該到這裏 這些是以前的舊區 現在是翻新了,很多屋 這裏寫著是鄉平區五十七號 其實這個升平區就是這樣 就是這條路 一眼就看光了 現在翻新過 看到它就很舒服 這個就是聖平區 這些屬於鄉村那樣的虛 我現在看看這裏 走到這裏 這些就是想了廢棄的屋 騎樓屋 有些可惜 這些其實都可以再建過 再重建 外面 外面 就只剩下外面的框 不是裏面 只剩下一個框 嘩,這隻狗還在 我走到這裏 看看它如何 這些狗 狗 狗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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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向著它衝過去 看看它走不走 先看看,大鴿蝦 他現在看著我,看著我 看他怎樣,看誰怕誰 農村服務點 這些是雜貨店賣食的 現在慢慢走開了 他不夠膽吠 他走到我後面 狗就是這樣 有時候狗很搞笑 走回到這裏 微宵香村 看看,這就是升平區 今天升平區拍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